如果拍完吃完有人幫我洗碗就好了 救星度美的洗碗碟機 不用半小時就可以自動幫你洗乾淨碗碟 還可以洗水果 一起看看大埔和細埔有什麼分別 細埔的洗碗碟機就可以放到四套碟 可以選擇薄喉還是不薄喉 免安裝的話只需要手動加水 用洗盤將排水管固定好就用得 準備功夫都很簡單很方便 大埔的洗碗碟機就可以放到六套碟碟 而且需要薄喉安裝好才用到 首先感覺好洗碗粉 要留意只可以用洗碗碟機專用的洗碗粉 大埔這部機還可以加上量碟劑和洗碗鹽 洗碗鹽是專用軟化水質的 但香港是用軟水的所以不用加都可以 把所有髒碗碟放入本欄 記得碗碟開口要向下擺 之後開機選擇你要的清潔模式 細埔的M3洗碗碟機有七種清潔模式 時間、溫度和耗電量都各有分別 比較輕微的污漬可以用29分鐘的快速洗模式 另外Eco、嬰兒護理和玻璃洗這三個模式 還包含超過100度的蒸氣功能 大埔的桌式六套洗碗機有五種清潔模式 超快洗模式都只是30分鐘便洗好 但都要洗半小時會不會很浪費水浪費電呢? 大埔的六套洗碗機開一次超快洗都只是用了0.23度電和7星水 比起手洗六套碗碟的用水量更加少 亦都不會不知不覺用多了水 洗筋啦! 這部機是用水壓去洗的 所以它都會有少少混行的聲音 但就不是碗碟碰撞的聲音 所以都不算太吵的 讓我暈暈腳玩陣電話 等下用細機洗水果先 細部的洗碗機有多兩個特別功能 就是冷熱水洗水果和嬰兒護理模式 當中的蒸氣有99.9%除菌功能和70度高溫水洗 讓你清洗咬牙膠或者細玩具 冷水就可以洗一些表皮比較容易爛的水果 好像士多啤梨和提子這一類 而體積比較大的水果就可以用熱水洗 好像蘋果上面的蠟都洗得走 M3都有強制排水功能 同時按住嬰兒護理和玻璃洗 就可以將機內多餘的水排清 而兩部機都可以中途交換 清洗完 就這樣看都不過有什麼污漬和摸上去都不油 那就溫馨提示大家 入機之前就記得先把全餘 試用完一會我都很滿意他們的表現 其實兩部機都非常簡單易用 而且洗完之後 它還會自動利用熱水余溫和冷風風乾 整個過程都不用碰水 不過看下去綠吐的風乾效果比M3會好很多 洗完內籠都會有水珠 如果想內籠和碗碟都乾一點的話 洗完可以開一點機門 保留機內空氣流通 特別是最近天氣轉動 用它來洗碗真的很幫助 不單是節省水、節省電 還節省時間 多點時間陪家人看電視 如果你都想看更多詳細資料 就記得按下方按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